各位聽眾,你們好! 開講都有說,以古為驚可知輕替,以人為驚可知得失,譚今論古,乃是醒世良然。 這次打算和大家講的故事,就是死亡客棧,故事的本身可以說是驚險恐怖,武打,容於一身,近代故事是不失將回小說的格套, 既有鬥志的場面,亦有鬥勇的場面,可以說是一個朴朔迷離,扣人心言,引人入性的故事,希望不會令大家失望。 到底故事的來龍去脈,是怎樣的呢?我們閒話休題,言歸正傳。 話說是一個北風風風風,落著鵝毛大雪的立月初八之夜,通往華北虎牙鎮的青石板大街,就鋪了一尺多厚的雪。 奇怪,在這個趕狗都不出門的寒冬之夜,偏偏有一人一騎,心一腳,淺一腳,來到虎牙鎮,要找金家客棧來投縮。 相信有人會說,埃連近晚天寒地凍大雪飄飄,誰會出軟門?還要指定找金家客棧來投縮? 難道金家客棧有寶嗎? 那金家客棧是不是有寶,就要聽下去才知道。 正是由於這樣的鬼天氣,金家客棧才引來了很多古古怪怪的住客, 而這個來自遠方的客人,正是由於跟蹤一個叫段四的人,才找到這裡。 再講虎牙鎮這個時候,四周圍都是烏燈黑火,唯有鎮個東邊,就有一串陰陰陽陽的燈光。 只見這個來自遠方的客人,一拍坐下的烏追馬,向著射出燈光的地方,就走過去了。 燈光越來越清楚,這個人擔高頭一看, 看見是三陣油紙燈籠,反射出金家點,三個醒目的帶子, 離人的面上,就立刻露出了一絲微笑, 他說很不容易找到金家客棧而感到高興, 只想都想不到, 他跟蹤段歇一直追到這裡, 唐浪佈前,黃雀在後,早就已經有人吊著他尾, 而且這一陣子,已經有一輛馬車,一步一步向著金家店靠近了。 離人找到客棧之後,他並沒有馬上進去投宿, 而是繞了一圈,留意著周圍的環境, 見金家店窄大院不深,入門是一座大院, 左邊是馬房,右邊是車棚, 通過大院上幾級,就是店堂的大門, 店堂裡面,一共設有四十幾個座位, 而樓梯口,對正大門, 上樓之後,三面環抱是騎樓, 騎樓如果有人站在這裡,居高臨下, 就可以看到店堂, 而二樓,一共設有三十九間常房, 至於開店的金老闆, 就是住在客棧後面圍牆圍的別院裡面, 而通常就是利用店堂樓梯旁邊的小門來出入, 再說離人落了馬, 剛剛入到金家客棧的大院, 他馬上聽到店堂裡面倒天狗那些虛陷聲, 奇怪, 天寒地凍到處都關門閉戶, 不金家客棧, 還似乎有人滿之患, 是這樣的, 虎牙真的跟其他地方不同, 虎牙山上是盛產紅和銀狐狸, 每年天寒之際, 就是狩獵這兩種野獸的好時機, 而且這兩種野獸的皮非常值錢, 拿著一張都可以換到一千八百的大樣子, 故此每年到了這個時候, 都有一批一批的獵人, 從四面八方湧入虎牙鎮, 說起來, 這一年老天爺好像有意要跟獵戶作對, 一場鵝毛大雪, 一落就落了十天, 不但沒有停止的跡象, 反而越落就越厲害, 搞到那些來了虎牙鎮的獵人, 上山打獵又不行, 想說翻車, 又被大雪封閉了道路, 結果就要天天混在客棧裏面, 說真的,獵人是一心來賺吃的, 身上所帶的盆村自然就不會多了, 被大雪封閉在客棧裏面日子一長, 有些就連住店的錢都給不起了, 好得金家客棧的老闆金海東, 就是虎牙鎮有名的善長仁翁, 修喬鋪路號善樂斯, 每年單是做善事, 他就會花費一千八百個大樣子, 雖然那些住客被大雪困住, 沒有錢給善叔費, 金海東背著住客也眉頭皺, 只當著那些狼凶餘小的住客面, 金海東還是很慷慨地說, 各位, 大家都是熟客了, 這場大雪搞到你們找不到食, 你們都不想的, 是吧? 總之你們放心, 要食要住的儘管隨便, 不用介意的, 沒錢找數了, 未等明年來打獵友收成的時候, 就一起結帳了, 正所謂在家靠兄弟出門靠朋友, 單憑金老闆這一句, 好多來了虎牙鎮, 正是過得進退兩難的獵人, 也都走來這間客棧投宿了, 金家店, 就想不門庭約事都幾難了, 再講金家客棧的店堂, 這陣正是嘻嘻嘻嘻, 那些住客賭錢的亦有, 飲酒的亦有, 傾閒氣的亦都有, 可以說是嘲嘻嘻嘻嘻嘻嘻, 只有一個彈弓陀背, 就像一隻草蠻的老人, 就像入了無人之境, 正伏在櫃桌裡, 迷頭迷腦, 在打算盤, 就別以為這個就是金老闆, 這個只不過是帳房先生, 金老闆前妻的弟弟, 叫做陳三, 陳三自從他姐姐嫁給金海東之後, 就來金家店幫忙打理帳, 十年前他姐姐染上肺爐病, 過身之後, 就有很多人揣測, 這位沉默寡言, 不多開聲的口爺, 還保不保得住金家店帳房先生這把交椅呢? 實際上, 陳三憑著他一手打到好像流水行雲那樣的算盤, 和一手寫得很漂亮的毛筆字, 根本就沒有人動得到他帳房先生的寶座。 正當陳三計算到入迷的時候, 櫃桌後面的門仔忽然被人推開了, 一個五十幾歲, 兩笨蒼白, 慈眉善目的老人走進來, 這個人不是別的, 正是這家客棧的老闆, 金海東, 金海東進到店堂, 看見陳三正專心自治地在結帳, 就沒有去騷擾他, 而是輕輕地在陳三旁的那張空騰椅那裡坐落, 雖然那些住客正呼三渴四在賭錢, 只有一個住客很眼尖, 一眼就拿到金老闆進來, 只見他一聲站起來, 和金老闆打了個招呼, 然後滴滴踏踏地走到櫃台那一邊, 這個人頭戴反皮帽, 整面布滿蜜蜜麻麻的落腮鬍鬍, 一對牛眼分佈在獅子大腿的左右, 一個血盤大口是大得出奇的, 神高神大粗粗老老, 原來是獵人牛長貴, 牛長貴三兩步走到過來, 一聲就整座山地爬在櫃台那裡, 好得那張櫃台實正, 若果不是, 就實聽被他摘倒了此次了, 只見牛長貴粗聲粗氣, 瞎著面皮的問金海東, 哈哈, 金老闆啊, 我一共, 拿了你多少個數呢? 金老闆整個人池長者這樣笑著說, 唉, 牛師傅, 看來做什麼呢? 怎樣啊? 守風不信啊? 哈哈, 金老闆真是善解人意啊, 若果牛長貴是守風信了吧, 還不摸著去賭嗎? 會這麼有空過來賣口乖, 就想都想得到的了, 牛長貴又生氣爆爆地說了, 哈哈, 別提了, 今晚好像裝邪那樣的, 一輸就輸了我幾十個大羊, 輸到我連氣都吸了, 啊, 對了, 金老闆, 你說這場雪, 還要下多少天呢? 金老闆一聽心想, 牛長貴啊, 牛長貴, 入門是幽問榮夫事, 觀著容顏便得知, 你想借錢就儘管開聲啦, 還和我這個見過世面的白爺公來到兜圈, 那你就真是昂得雲巡了, 金老闆的心雖然是這麼想, 表面上還是笑口吟吟的說, 唉, 開講都有話, 天有不測之風雲, 這場雪, 到底要下多久, 那就真是說不定了, 怎樣? 你不是打算冒雪上山嗎? 金海東有意說了這句, 那到底金海東有沒有逐到牛長貴的用神呢? 當然有啦, 這件牛長貴, 借著幾分酒意, 口水噴噴, 拍住心口話了, 嘻嘻, 金老闆, 不是說我牛長貴吹牛, 如果雪一停, 深日之內, 我一定搶身, 沒有他一隻大鴻回來, 到那時候, 欠你老闆那條數, 我一定加倍奉還, 講得到做得到, 騙你又弄壞工, 死老爸出世的, 金老闆啊, 是不是借, 借, 借著五個大洋來翻本, 是不是呢? 牛長貴吹了一大輪牛屁, 繞了一個大圈, 講得口水乾, 無非想借錢, 這次過癮法, 引到金老闆都笑了, 你等金海東開聲, 有一向以來沉默寡言, 不多開聲的陳心忽然插嘴說, 牛師傅, 不是說我多嘴啊, 你們是熟客, 我們老闆見你們, 被大雪混著進退兩彈, 啊, 就說盡一下人事, 不收你們的殘縮費, 只要是借錢來賭了, 張三就借三五個大洋, 你四就借七八個大洋, 那我們老闆啊, 就算是開金礦都不行的, 牛長貴本來想著, 金海東外於情編, 怎麼肯借錢給他的, 想不到半老殺出個程咬金, 偏偏被你的陳心, 就插了自己的盆口, 一把無名火就生氣到上額頭了, 那我們借錢的東西, 人家肯借給你就給面, 不借給你就應該, 就沒理由借不到錢, 發人脾氣的, 牛長貴輸了錢, 本來已經鼓住成土氣的了, 現在借不到錢, 不但只, 還被陳心計了幾句, 人家只怕發窮惡的, 直到他瞪大雙眼, 惡到想吃人, 一眼挖著陳心, 眼看著就要發作了, 正在這個時候, 店堂的大門忽然之間, 嘩, 一聲開了, 專門在門口那裡招呼過往住客的店小椅大廚, 就帶了一個人走進來, 嘩, 天寒地冬, 大雪風露, 怎麼還會有人來投縮呢? 店堂裡面, 所有人的視線都不約而同, 就集中注意著這個來客, 只見來客面目清瘦, 身上布滿雪花, 衣著破爛, 原來是那個從濟南虎開始, 一直跟蹤段四, 追到來這裡的那個人, 由於他一路上, 機餐殼, 飲血烏行耶穌, 自小搞到整個人, 風塵瀑布, 別看他的樣子那麼寒酸, 在他後面的那個金家店的馬夫二寧子, 手裡捧著馬鞍, 相反非常名貴, 可以說和這個韓宣的主人很不相稱, 店裡的人見這樣也有些莫名其妙, 連正話都還想發火的牛長貴, 這陣子是連火都下了, 眼睛睛地看著這位新來的住客, 這位住客是姓洩名滄州, 由於他是有目的而來, 所以一入門, 他就眼觀綠露, 以聽百方, 處處留神, 而且為了掩飾自己的身份, 他還將自己喬莊成一個江湖浪子的樣子, 店小已招呼他坐落之後, 專門照料馬匹的二寧子, 就好聲聲地把他的馬鞍放在橋燈上面, 然後轉身就回去了, 怎知閃了聲, 姓洩州一手就把二寧子拉住, 雖然二寧子做起事上來, 笨手笨腳, 尼金家店打了這麼久功, 也不多不少學會看客人的眉頭眼睛, 他就馬上點頭蝦腰, 呃, 呃, 客官, 還有什麼吩咐呢? 蝕瘡州沒有開聲, 只是在身上找了一個閃閃的大樣子出來, 一塞, 就塞在二寧子的手心, 然後微微笑, 拍拍二寧子的肩膀, 二寧子還以為客官是給草尿錢, 縮手縮腳, 把大樣子放在桌上, 然後就說, 呃, 草, 草尿錢啊? 呃, 客官, 呃, 又何必這麼急啊? 到酒的時候, 計數還未遲啊, 講完轉身就走了, 蛤, 舍瘡州還是一手抓住他, 不讓他走, 而且還用很沉穩的聲音說, 拿去吧, 這個大樣子是打傷給你喝酒的, 嘩, 打傷一個大樣子啊? 二寧子自從十五歲入金家店打工, 客人他就見得多了, 從來都未曾見過有出手這麼闊爪的住客, 況且這個客人的衣族還是寒寒酸酸的啊, 二寧子這陣子真的連眼都睿大了, 而舍瘡州這個舉動, 亦都使得在座的人對他寧眼相看, 老於世故見多識廣的金海東, 就立刻在櫃台走開來說, 嘩, 二寧子, 還不快點多謝這位客官? 講完就走前一步, 對舍瘡州說, 呃, 我想這位客官, 一定是來投訴的了, 沒錯, 舍瘡州還是用那種江湖浪子的口吻答了他, 拉住二寧子的那隻手, 沒有放鬆的, 二寧子是失失方地拿起桌上面那個大樣子, 舍瘡州就對二寧子說, 我那匹馬, 你要好好地照料他, 今晚是先給那些上等的草料, 侵兩星豆仔給他吃, 到了明天, 就要另外給他多五十隻雞蛋給他吃, 另外, 去打鐵舖那裏, 請師傅回來, 收好那幾隻馬蹄, 二寧子這陣子拿著大樣子, 認得都不知道多爽脆, 呃, 放心啦, 幫你滿意的, 我, 我還會替你拆下那匹馬, 那真是財神爺擺步, 牢牢唱通, 連二寧子看到大樣子, 都同樣懂得賣口乖, 二寧子翻出馬鵬之後, 心想, 嘩, 用豆仔餵馬已經不是野小了, 明天還要侵五十隻雞蛋, 喂, 你到底帶了多少大樣子來住客棧啊, 舍瘡州之所以這樣做, 是有他的用意的, 他是想那些住客知道他出手闊搶, 這一條橋, 一旦就靈驗的了, 再講金海東經歷了幾十年, 三山五岳的人馬見過不少, 一看眼前這個江湖浪子的派頭, 他就知道這一種客人是不可以抬慢的, 因此他就很客氣地問舍滄舟了, 呃, 請問客官是從哪裡來呢? 但凡城府高足的人, 都是不容易被人摸清自己的底, 更何況泄瘡州是有目的而來的呢? 只見他眼尾都不瞅一下金老闆, 而是四處觀察客棧的環境, 愛你莫你地說, 我來的那個地方, 很遠的, 這句話簡直令到人觸摸不透了, 金海東見來客這麼謹慎, 他唯有調轉來問, 那麼, 我不知道客官要去哪裏呢? 到底要去哪裏, 我現在也說不定, 又是一句無靈兩可, 令人無法觸摸的話, 這一趟真是搞到金海東沒辦法了, 唯有在袖桶那裏拿一本毫寶出來, 探在桌子上面, 意思就是說, 不是說我多事要刨根問題, 只不過是例行公事和你登記住宿而已, 拿了毫寶出來, 金老闆還是滿面笑容的話, 呃, 請問客官尊姓大名呢? 哦, 是這樣的, 鎮上面的保安隊有個規矩, 凡是投宿過夜的住客都要掛號, 請客官千萬不要見怪, 千萬不要見怪, 這個時候, 店小姨是剛好把一盆熱水捧到來, 盆裏面還浸了一條雪白的毛巾在那裏, 薛蒼州既然要扮成一個江湖浪子的樣子, 那做戲就一定要做到足的了, 他先洗臉, 然後慢吞吞地說, 我姓薛明蒼州, 是蒼海的蒼州船的州, 沿直杭州, 這樣可以了吧? 說這句話的時候, 薛蒼州的語氣, 故意表示到對保安隊的規矩是沒有好感的, 那些金海東還要硬著頭皮的問下去, 嗯, 那, 那不知道客官有沒有隨身攜帶槍枝彈藥呢? 薛蒼州這趟真是撞火了, 其一他無法接受折二連三個盆吻, 其二他身上的確藏有一枝槍, 但是他不想被人知道的, 只見他濕一聲, 一站站起來, 一下就解洗三樓, 很生氣地說, 要不要搜身呢?老闆, 這問法果然有效了, 因為住客棧, 就算是走到天腳底, 都沒有說要先搜身, 然後入住的嘛, 這下令到金海東都不知道怎麼下台好了, 他無法只相信眼前一個面目清瘦的年輕人這麼難對付的, 牛長貴一見局面僵了, 他就走過來幫口說, 這位兄弟千萬不要見怪, 其實金家店這條規矩, 都是為我們好而已, 你想一下, 我們出來走江湖的, 難免都是會有流浪脾氣的啦, 萬一三句說不是, 兩句衝撞起上來, 拔槍傷人打出人命, 這樣就不是幾好啦, 是吧?兄弟, 別計較那麼多, 有牛長貴站出來說一句, 氣氛緩和了很多, 金老闆乘機落台, 是咯,客官, 沒有帶槍就算了, 多多得罪, 不要介意, 不要介意, 對了, 上房已經準備好了, 客官可以隨時入房休息的啦, 不知道客官, 需要吃些什麼, 喝些什麼呢? 大廚, 快點來試口, 金老闆就用一連串的畫, 繞著牆面, 洩倉州也通過這樣, 瞞著所有人, 將槍就帶進金家店, 店小二聽到老闆叫了, 三部拼索兩部走過來問, 客官呀, 吃些什麼呢? 呃, 和我要一碗羊雜湯, 一盆醬乾幾隻窩窩頭就行了, 大廚聽, 他當時連眼睛都閃了, 半信半疑呀, 那些客官對他那匹馬這麼幽厚, 想對自己, 又會這麼擠劍的呢? 大廚剛剛想說走開, 牛長貴一手就說, 慢著, 再加一盆東洋蹄, 吃一盆老洋肚, 湯兩斤靚酒來, 全不能入我手, 你刺我請! 奇怪了, 牛長貴這頭還窮到要和人借錢, 那頭又會這麼大荒的呢? 牛長貴這樣做是有用意的, 其一他舍倉州撐起這麼大的場面, 其以牛長貴, 是一個識貨之人, 他一眼就看出那副馬鞍非常名貴, 江湖上面有個口頭禪叫做, 山水有雙逢, 你敬我一尺, 我敬你一丈, 牛長貴這件事, 沖舟成個江湖浪子的抬頭, 心想自己現在, 袋頭一個先都沒有, 只要自己拿些江湖義氣出來, 先吃小規, 拿著這個年輕人, 這樣說不定, 就會佔到大便宜, 只要大家滾熟了, 清興到底, 這樣, 就一天都光光了, 正是由於這樣想, 牛長貴只拍著胸口叫請客, 各位, 牛長貴大叫請客, 就是想和蝕蒼州交朋友, 那麼蝕蒼州怎麼對待他呢? 而蝕蒼州跟蹤段四來到這裏, 又是為了什麼呢? 肉之後事如何, 且聽下回分解。 好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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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